租车产品的净品分析报告一 分析目的一 市场2019年受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全球商旅支出1.45万亿美元 增长率降至3.1% 其中中国市场约占22.8% 尽管中国商旅支出增速放缓 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务旅行市场 据调研大多数行业的2020年差率预算计划预期微幅增长 或维持当前水平 长远来看 此次疫情可能会推动商旅行业的正向发展 全行业可以利用这次缓冲期 对服务和技术等进行升级 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务旅行市场 中国企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差率需求也逐步复苏回暖 从全球来看 随着疫情不断被控制 商务旅行市场有望成微型反弹复苏 2.用户通过调研发现 在线旅游预定平台 OTA仍然是国内企业差率预定的主要平台 使用比例为70.1% 一线城市同TMC 差率管理公司合作比例较高 显示了市场成熟度和管控力度的正相关性 三四线城市仍然以OTA 航司 酒店直销 传统旅行社的合作模式为主 通过对下沉市场企业差率负责人的深访得知 目前三线及以下城市企业的差率管控 意识相对薄弱 但随着企业业务发展壮大 及对TMC的认知度增强 其对更专业 更精细化的差率管控需求将不断提升 从企业类型来看 外资企业同TMC合作比例相对更高 商旅管理更加倾向于采用专业差旅管理平台 可以看出商旅市场目前仍有大片空白 用户量巨大 二 竞品选择根据市场主流筛选了 携成商旅和滴滴企业版两个头不应用进行分析 三 竞品分析一 目标客群滴滴企业版面向的客户群体 主要是有打车 急需管控员工打车报销的群体 而携成商旅则是针对商旅客户出差时产生的打车需求 主要客户是差旅出行人群面向范围更窄更精准 二 产品终端 产品终端携成商旅小程序 目前只支持机票预定 无其他功能 滴滴企业版的小程序仍在内测中暂未开放 三 商业模式3.1盈利模式 一 系统使用费免费开放部分服务 需要更精细的服务需要通过签约预存 或缴纳一定使用费才能使用 二 订单抽成 每笔出行订单收取一定费用 据了解 滴滴目前每天600W单以上 每单滴滴收取20% 约2元单 那么一天的收入则为1.2亿元 另外 滴滴提供的专车每月固定缴纳2500元管理费 三 折扣券促销 可通过销售折扣券赚取一定费用 四 流量导向 与其他平台交换流量或付费导向 五 广告 3.2业务模式 滴滴企业版 上下班打车 出差打车 日常用车 携乘商旅 出差过程中打车 四 产品框架分析产品框架五 产品功能分析五 一产品功能对比PC端PC端APP端APP端五 二主要功能模块 分析5.2.1审批审批功能 对比其中行前审批我们已经有了 报销及行后审批用处不大 支付转换审批功能 可考虑简单实现为因供因私单切换 5.2.2管控管控功能对比 从上图功能对比可以明显看出 滴滴相比于携程在管控方面精细很多 对于用车日期 时间段 出发到达地都进行了精确控制 携程针对差铝限制则宽松些 只限制了用车类型与车型 对于金额两个应用都做了对应限制 携程需要开启月节才可以使用用车功能 滴滴则放宽了个人使用 在未开启受信时也可以使用个付出行 各付金额上限也可配置 5.2.3安全中心这个功能比较特殊 携程未知 滴滴C端经历了不少风波累积所得的经验 企业版也有与C端相同的安全呵护 包含行程保护录音 实时位置 隐私号码 关怀保保险 紧急联系人等 4.总结滴滴企业版在用户基数上 和携程商旅相差不大都是投不起 1.携程专注商旅 所以用车需求可能比不上滴滴多 虽然滴滴高峰期涨价和添加感谢费等功能 使出行的成本就为不稳定 但其自动分享行程和紧急求助的功能 提高不少用户的信任度 携程商旅需要提前进行预约 接送机晚点可免费等待 比较符合差旅出行人士的需求 考虑到未来我们也将开发用车产品 而目前市场份额所剩无几 我们可以考虑深挖客户需求 一方面专注于客户需求 做得足够精细化 作为我们的产品优势打开市场 另一方面多考察市面产品 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 增强我们的产品竞争力